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啊 我先聊两句 就是今天在群内给大家点评 刚才呢 在你们听歌的过程当中 就在前两分钟 对不对 6.55的时候 我点评一下season 是season还是 应该是season 对不对 看着应该是汉语拼音的感觉 汉语拼音搭配点英文的感觉 是谁season是谁 出来一下 在不在 他这个答案 同学们很多的时候 你们为什么答不好 为什么答不好 jungle boy 我们昨天讲了一些非常基本的逻辑 其实逻辑本身是很简单的 但是你们必须按照我们说 我们说的做 OK 你可以是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 如果你真正会说 想说的话 那就按照一个正常的逻辑去讲 我们说大的一个逻辑 大的方向 回答观点原因具体总结 对不对 观点原因具体总结 然后小的方向当中 我们一会儿还要继续往下说 昨天其实怕异的部分没有说完 小的方向当中 尤其是这个具体的部分有什么 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 感受 降级 列举这些东西 对不对 时间 地点 人物 事件 感受 降级 列举 数字 列举了几个东西 可以挑出一个接着讲 挑出一个接着讲的时候 最好是没有太多痕迹的 其实逻辑本身没有太多复杂的东西 真的 我知道有很多老师 所谓的什么逻辑非常厉害 其实给你给你搞的花里胡哨的 好像很复杂 没有用 不需要 真心不需要 你帅哥多次考试的经历 我可以告诉你 真心不需要 你们也不需要 我不是站在我的角度 说我考试怎么着 不是的 不是的 你们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好不好 OK 那C3那个答案 为什么没有答的很顺畅 是因为他脑子里面想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就是environment 原来我经常去 当时怎么着 我爸妈出门了 我在家待着 我怎么着 现在环境不是很好了 这个是没有用的 你说这些干嘛 我不太清楚 你想的是不是个实话 是不是真的 这个公园 曾经你小的时候在家待着 然后后来去 后来这个公园的环境不好了 怎么着 我猜有可能是实话 其实你答的时候 你不用管这些东西 did you often go to parks when you were a child 直接回答 yeah yeah I did actually when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we lived near a very beautiful park I would just go there every day because well of course I couldn't just go there and play with my little friends 对不对 原因解释 原因回答家这个原因 对不对 然后你再随便说一些嘛 随便说一些具体的部分 你记住 你真正说的内容是不重要的 是不是 我们一直在讲 你真正说的内容是不重要的 关键是你的这个结果本身 so every day I mean I couldn't go there every day but I guess three times a week probably or four times a week sometimes in the evening after school my little friends and I just went there and we would play soccer together so yeah I mean I always went to the park near my home ok 我说的其实没有一句是真的 但是 但是我可以说的很自然很流利 而不是像你就是飞机想到 哪有环境怎么着的 那这个回答的过程当中 还有很多次的转折 有很多次的转折 要在干嘛 不要 好不好 然后小雅在村里边 问一问这个 怎么好多同学没有来啊 昨天有100多人上课 今天怎么直接少了30人 啊 同志们听好了 听好了 我们上课啊 大家一定努力的来过小年 是吧 过小年 大家一定努力的来 小年是需要在一块过的吗 我不太确定了 因为我这个 我对年这个 不是特别的了解 吃到一半就来 应该是一块过的是吧 ok 好吧 那行吧 那行 那回头 没听到的同学 回头好好听录播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努力的来听我们的直播课 直播课跟我们一块进行思考 同志们录播课 挺好的 但录播课你 你把它当成一个补充 好不好 把它当成一个补充 而不是把它当 You can't really rely on that 好吗 不要 rely on that See it as something kind of like an addition to your class that's really important 好不好 然后老师你说就很流畅 我老师坑 坑吃坑吃 这不很正常吗 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同学们 我给你们讲一个小的事情 给我一分钟的时间 我不知道 因为咱们有100多人在这听说 有哪些同学知道 这么一个公益项目 叫做中国足球小将 就是有一个叫做 董路的这么个解说员 弄了个中国足球小将 然后组织了一帮小孩 全中国的很多的小孩 一块踢球 很好那帮小孩 我跟了 我追了都有半年了 我看那帮小孩踢球 就感觉特别的 就感觉特别特别的感动 然后他们现在在英国去踢球 挑战英国的一个叫狼队 然后这个狼队 也是挑战9岁的小孩 两边中国的9岁小孩 英国的9岁小孩 英国的狼队的9岁小孩 他们清训 小孩的训练是英国前三名的排名 非常的厉害 非常厉害 但是这半年以来 基本上总是出现这样的情况 如果咱们中国的这帮小孩 中国足球小将 因为他们首先 他们不是职业队的 他们如果拿一场比赛 踢好 立刻就好多人出来骂 说什么 哇姐 小孩这不行 没戏 别踢了 回家上学去吧 怎么对 这个董路这个教练也不行 下课吧 这只要有一次没踢好 立刻就出来很多很多人 虽然我知道有很多人 也会在那鼓励 但是一定蹭就出来了 这就不适合踢足球 以后出不来的 同学们这是什么问题 就你就看到一次 就突然开始这么说 这是什么问题 可能是喷子 可能确实是喷子 但是他们从逻辑上来思考 这是什么问题 逻辑上来思考一下 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们很多中国人 不是每一个人 但是很多中国人思维上 有一个小的问题 我们一些性格 以偏概全 自卑 自卑 我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么一个东西 我希望你们掌握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哲学的道理 同学们 我是高中学文科的 学文科的时候 我们都学过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 叫做什么 叫做发展 是不是 我们都学过发展的哲学观点 事物是发展的 OK 前途是光明的 道路是曲折的 好不好 就是这帮小孩其实你看他们哪一次没踢好 你不要通过这一次没踢好 就说那么以后一定不行 你要看了一年 你就说就肯定不行了 那我觉得一年你可能确实有一定的这个理论依据 你看一场比赛你根本看不出来什么 你们能听到我的意思吗 OK 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明天的你不是今天的你 考试的时候的你也不是今天的你 你们总是说老师我答的 我在群里面你们就说 我答的好差 别没事传播消极的这些情绪 好吧 同学们别传播消极情绪 你可千万别传播 因为当你传播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也会这么想 好 那以后我其实答的也挺差的 另外一个我其实答的也挺差的 大家都觉得自己答的挺差的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 意识决定物质 好吧 你们该反对我了 老师物质决定意识 我知道物质决定意识 你们知道吗 高中咱们学过物质决定意识 但是帅哥现在用一分钟时间给你讲一讲 你们觉得物质决定意识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物质决定意识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我答的不好 这是物质 所以我不爽 这是意识 对你有帮助吗 没帮助 你们懂不懂 OK 反倒你去想 想如果意识对物质的这个促进作用 是不是 就是我要积极 我要乐观一点 我其实我比刚才说的好 你们永远一种积极的态度 你相信好 你相信我 你的进步会更快 你可以说这是违心 但是事实上 你知道吗 很多违心的人他们活得可快乐 很多违心的人 其实可能会比唯物的人更成功 OK 我没有说唯物不对 我只是说在这里我们需要做什么事情 听不听得懂 听不听得懂 OK 因为你说唯物这没用 这是真没用 好吧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 不是想开了就好 这也不要想开了就好 请你记住 你在练习 你在提高 你永远是在进步的 记住 只要在路上 一定有方向 好不好 因为很多的时候 你往这一站 你觉得我靠 我不行 走了 那不可以 听懂 请打 好吧 好吧 然后另外一天我也说一下 我和小雅也说你们很多同学是背的 同学们 我知道你们都不是背的 你们没人是背的 你们都是跟着线说的 但是你说出来的感觉就是背的 好吧 你没语调 没有高低变化 没有中间的思考 OK 我们上次说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我们说填充词填充句 filler words and sentences filler words and sentences 说话的时候应该有很多的思考 OK 比如说答题 怎么有语调 一有感情 二反复去跟读模仿 听到了吗 二反复去跟读模仿 帅哥 我十道题练了四个小时 是不是效率有点低 你就算一个题练了十个小时 效率也不应该算低 OK 如果你一小时练了一百道题 你觉得效率高 但没有用 好不好 好好练就完了 不要管这些东西 说话的时候有高低的变化 高低变化 其实我一直在说 背三句 里面的语音一定要模仿 然后影子跟读 什么什么 99句模仿 朋友们你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个你们一定要记住 你不可能一蹴而就 另外一个就是你们说话 必须跟我有沟通的感觉 就是你觉得你在跟我聊天 你录音里面也能找到这个东西的 找到一个观众的感觉 你要找到一个自己在跟别人说话的感觉 你就自己听自己的说话 你觉得自己是在跟别人聊天吗 不是 重新录 好不好 OK 另外说话的过程当中有思考 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 Do you like spending time with teenagers? 上来你看我 我在思考 而你们是什么? Do you like spending time with teachers? Yes, I do I really like spending time with teenagers I don't know why but when I spend time with them I just feel happy For example Yesterday I hung out with my cousin who is 14 years old 你自己难道不知道你在被答案吗? 你可能不是在被 但你可能是在朗诵 但你不是在跟别人进行沟通 OK 那你怎么去说 Do you like spending time with teenagers? Um Yeah 你看你说话的时候 嗯 喜欢喜欢喜欢 Yeah Yeah, I guess so Um Honestly 实话说 Honestly I don't really know how to explain that But I just feel like Most teenagers And I are pretty much similar You know We are You know We are We are We are just the same We're all humans Right And I am not very old So Um Sikao So Um I mean Like My cousin is only 16 years old And 你看 And Mu在 sikao And We often hang out together We always chat with each other And talk about many things Like Um We often talk about football Because this is our favorite sport We have a lot in common Especially football So Um When we hang out I just feel really happy So Yeah I think so I really like spending time with teenagers Just sikou Sikou Ok 这样说多了总觉得自己一直在停顿同学们这个不叫停顿 这个不叫停顿你们不要瞎觉着我让你们听吧你们就干什么好吧这个不叫停顿上考场你考九分你也会这样做的如果你们那样你们那样根本不对你们那就不是在说话了你说的再流畅考官不信考官不信结果完了啊给你四给你五啊什么的背答案 OK OK 恩阿多我谁跟你说恩阿了我是什么我是恩阿吗是恩阿吗我是阿们你查字典你打开你的那个破有道打开你们的破这个金山词吧好吧 你打开你是恩你搜有这词儿你发现没有这词儿是不是另外一个这是英国人美国人经常说话的一个一个感觉 哈哈哈哈尊贵老文说话的就这样well 嗯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同志们好不好确实有的native speakers有可能他们不这么说但你记住那是native speakers最厉害的人 你们没有必要是那样的你大部分的native speakers好像有点像就ok了好不好听众请打8888 特别的重要哈好了我们继续来说怕一点不怕啊啊昨天我们先说了一下评分 瞄准然后咱们说了一下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一会咱们还要说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我们今天继续讲解怕一然后待会顺带开始怕三的部分 那我们讲到了怕一非常基本的一个逻辑观点原因具体总结观点原因具体总结非常基本的四个步骤你们答题的时候就按照这四个步骤去说好不好 但是我并没有说你每道题都必须给原因你们记得吗记得请打九字我没有说你每道题都必须给原因能给你就给 不能给就算了不能给怎么办你们告诉我给不了原因怎么办 给不了原因就具体你可以举例子你可以给出一些表现你可以给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感受你可以降级等等等等都是行的好不好最重要的是具体具体咱们再说一下有哪些东西来着 昨天说的是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感受降级列举 列举之后可以做什么事情可以挑出一个接着讲是不是今天中午我在点评一位同学的时候他开始就比较消极我怎么就说不长呢 后来就我就是说不长我跟他说了因为你没有把那个列举的几个东西再挑出一个接着讲呢 你挑出一个再接着讲一会其实立刻就长了呀是不是再说了你需要达多长你就达个趴一达个二十多秒其实够了同学们你们能听到我的意思吗你没有必要你没发现有的同学达了四五十秒我说达的太长了吗没有必要达那么长的你们只是会具备达那么长的能力 上考场没有必要非得说那么长 听懂没有 OK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感受降级列举等等等等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说咱们继续往下说啊那再来看一些题目 再来看一些题目来我们看几道不同的时态好不好 雅思科里第一部分还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时态这是什么时态啊 Have you ever had a pet Have you ever had a pet 什么时态的题目这是 现在完成时的题目啊养过宠物吗 同志们你有可能养过你有可能没有养过你养没养过你觉得我care吗 还有这样的题目你去过演唱会吗你觉得有谁care吗没有人care 你坐过船吗没有人care是不是 所以你怎么说都是对的 那你们告诉我是养过是去过是做过简单还是没做过这些事情 起来啊怎么说比较简单一点我没有说你一定必须这么说啊同志们 你完全可以说完全可以说否定的比如说Have you been to a concert before 就用一个基本逻辑就说就可以了哈观点原因具体 Have you been to a concert No I haven't because I am just a student And I don't make any money I don't have an income So most tickets to concerts are really expensive I can't afford them I just haven't been to a concert before 结束可以了没关系 OK的但是如果你去过的话这个答案就简单很多了为什么呢同志们去过的话 你去过演唱会吗我去过什么时候和谁去了谁的演唱会感受怎么样 对不对坐过船吗坐过什么时候和谁去了什么地方坐了哪艘船感受怎么样 种过树吗种过什么时候和谁去了哪个地方种了哪棵树感受怎么样 是不是去过动物园吗去过什么时候和谁去了哪个动物园看到哪些动物感受怎么样 去过博物馆吗去过什么时候和谁去了哪个博物馆看到哪些展品感受怎么样 对不对你不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很简单好不好 你就记住没有人没有人care你到底说什么东西 是不是没有人care你到底说什么东西 就今天我们那个谁那是谁jungle boy 对不对你非得说他们environment环境变了 你说他干嘛说他干嘛多累啊 是不是 所以你看这里这个回答 Have you ever had a pet Look doesn't really matter whether you've had a pet or not Come on Yes I have I've only had one pet in my lifetime 这句话就是我随便瞎说 看好了这句话就是没有套路的随便瞎说 别的都是真正是有逻辑本身的 我是知道我为什么要说那些东西的 Yes I have I've only had one pet in my lifetime 请记住当你回答现在完成时的题目的时候 第一句话应该是现在完成时 OK 你不管是肯定的答案还是否定的答案 Yes I have No I haven't 很多同学不会说这个很多人上来就yes就没了 这样不好向考官展现一下自己的语法 好不好 现在完成时是会说的听众进来六字 Yes I have I've I've only had one pet in my lifetime 后边进行扩展 事实上我觉得这道题啊 我们刚才也说过了 那个大的逻辑是什么观点原因具体总结四个步骤 事实上我觉得这道题吧 没有必要给原因 是不是 你养过宠物吗 养过 你没有必要费的时候为什么养过 就养过 甚至同志们如果考官问你你为什么养过 我觉得都可以直接用这个具体来说 你们不觉得吗 考官说 Why have you had a pet Well why This is just because 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 My dad gave me a puppy as my birthday gift It was small fluffy and adorable I loved it so much I had it for five years And I was delighted every day when I was with it 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给一点点 更多的事实的支撑 你看我的时间说的是 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 给个人 My dad gave me a puppy as my birthday gift Puppy a small dog 小狗 It was small fluffy and adorable 又小又毛又可爱 Fluffy就是绒毛本的很多毛的 你们可能会说这些词不会 这些词在我们的素材里面是有的 这些话题词会自己回去进行背诵 It was small fluffy and adorable 感受是什么 I loved it so much I had it for five years And I was delighted every day when I was with it Delighted在我们的表现句当中也是有的 是不是 这其实是一个很容易的回答 Puppy就可以了 你们能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没有必要说的特别的复杂 逻辑还拐弯 没有必要的 这个题没有问题 请拿9999 考官其实问你原因 为什么你养过 你说我养过是因为我七岁的时候 我爸送给我的牙 好不好 同学们 对于这种题目来说 逻辑本身很简单 你一定要注意什么 一定要注意时态 你看我这里写的 Have you done something 第一句话现在完成时 后边的扩展一般过去时 我给你们标出来了 你们发现吗 因为中国同学太容易错这个时态的地方了 太容易错了 所以我不断的提醒你 这个不断的提醒你 When I was so old 同志们 你问很多的时候 就是不去太多的去想细节性的地方 比如说 When I 请听好了 上考上 如果你说话 如果你说稳癌 稳癌 我跟你讲 我很有可能立刻就觉得你最高 也就是个5.5 最高最高最高6 稳癌 没有连读 你稳癌都能没有连读 说明你任何地方完全都没有连读 也就是说你直接放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评分标准的一个特点 因为亚思考语考试评分标准发音部分分以上就要求你具备一定的发音现象了 发音现象高低 连读 失去爆破 具备一定的 你没有必要完美 但是你必须要有一些 这还怎么读 这个怎么读 你们告诉我 这还能怎么读 对吧 When I was 那这个去练习 好不好 这个去练习 跟着我们每天 不管是99句的跟读 还是音频素材 还是背三句 背三句虽然今天是最后一天 今年最后一天 但是我跟你们说了 我跟你们说了 我们下周一还是会有背三句的 咱们就是人家 人家什么微博上的 公众微信的 我就不管了 好不好 就咱们 咱们学生 咱们还是有的 我回头群里面给你们传 继续练 听到了吗 OK 记住 明天的你不是今天 你考试的时候 你不是 你不是现在的 你 人永远不会踏入同条河流 我们的学生就比其他学生强 因为我们学生弱了 那是因为我们学生真正的 按照雅思口语的要求去练习的 很多学生不知道这样的东西 天天背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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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词很重要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 你看标一下这个过去诗 when I was seven years old my dad gave me gave me a puppy it was small I loved it OK 你不要讲 I loved it I had it for five years I was delighted every day when I was with it 那你给我答这道题 来答这道题 have you been to a concert before 那岂不是很简单 随便来 yes I have yes I have 随便给个时间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我随便给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I mean具体一点 你们觉得15岁宽不宽泛 15岁宽不宽泛 当我15岁的时候 15岁能不能这样急 15岁 15岁有12个月 对不对 我能不能这样急 往下走一走 具体一点 可以吧 在夏天 I mean it was in the summer OK good 特别好 这样的话直接就变具体了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I mean it was in the summer 时间有了 好不好 跟谁去了谁的演唱会 随便搞 I went to 随便给个人 Eason's concert with my best friend Joanna I went to Ethan's concert with my best friend Joanna 但这里有个问题 Eason是谁 Eason是谁 你不要自动认为 考官一定知道 Eason是谁 Eason is a household name in China 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名字 就是超级有名的一个人 Eason is a household name in China and my friend and I really love him We went to his concert together and had a blast there 这里面 你看这个答案其实逻辑本身是很容易的 但是你也有很棒的词汇 household name have a blast household name出现在我们音乐的话题的 帕音音乐话题的话题次方中回去自己看 自己去背双 have a blast表现剧里面是有的 叫做玩得很开心 逻辑相同 时间是五岁的时候 我认为这个时间有点宽泛 所以我就降级 降级成了夏天 对不对 人物 Eason 或者说我的朋友Joanna 去干嘛 一块去 感受 had a blast 没有问题 请到八字 一样的 那你看这个 Have you ever taken a boat trip before? Have you taken a boat trip before? 坐船出行过吗? Yes, I have 你管它真的假的 Yes, I have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你管它真的假的 I mean it was in the summer My friend Joanna and I took a boat trip from天津 to Dalian We had a blast on the boat 这个虽然短 但是答案是一样的 是不是 你又不要添加特别多的 如果你能有一些有意思的信息 你就加上没有的话 咱们直接凑合过去 你放心 考你要那个分足够了 我考久 也可以这么考 真的 OK 这题我都考过 相同的答案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I mean it was in the summer My friend Joanna and I took a boat trip from天津 to Dalian We had a blast on the boat 确实这道题 我听起来挺短的 好像不长 但是你没有必要 每道题都特别长 能扩展则充分扩展 不能扩展则 给四个字 能扩展则充分扩展 不能扩展则 自信停下 来看这么一道题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were with your friends 上次跟你朋友待在一块是什么时候 上次跟你朋友待在一块是什么时候 When was the last time 同学们考官问的是时间 对不对 我把时间添加上之后 再给出更多信息 地点啊 人物啊 事件啊 感受给他加上 不就完了吗 It was last night actually I went out to a bar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including several that I haven't seen for a long time 做什么了呢 We had a few beers and chatt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ree hours We did a lot of catching up and really had a blast 这个回答 其实就是稍微讲一讲一个小故事 但是在趴一这个小故事 你可千万不要想讲的太细节话 好不好 你要如果讲的太细节话成趴二了 这个不好 It was last night I went out to a bar with a bunch of friends 跟一帮朋友 包括一些什么呢 including several that I hadn't seen 在昨天之前好久没有见过了 that I hadn't seen for a long time 干嘛了呢 We had a few beers 喝了几杯几瓶啤酒 chatted with each other for three hours 随便说数字无所谓的 We did a lot of catching up 很多同学可能这个词 不知道什么意思 do a lot of catching up 叫做续旧 续旧 或者是直接说catch up with somebody 续旧好久没见了不是吗 续续旧 We did a lot of catching up and really had a blast OK相同的逻辑 那你看这里同学们 来看这里 这也是我曾经考过一条题 When was the first time you read a newspaper 我来告诉你 我们曾经 我曾经怎么答的好不好 这是我一 2015年 10月份的考题 2015年10月18号考的 我记得特别的清楚 10月18号 那是一个周日 然后我在 6、5天之后 10月24号 去考的笔试 考官问我 When was the first time you read a newspaper? The first time I read a newspaper? Well, I was in middle school I think I guess I was 13 I think I was in middle school I think I was in middle school I think I was in middle school middle school 宽不宽泛 I think I was in middle school middle school 宽不宽泛 宽泛 立刻随便听加一句话 I was 13 years old I was 13 years old OK 宽泛的middle school 变成了13岁 好不好 然后我说的是什么呢 Our Chinese teacher Our Chinese teacher asked us to read a newspaper Everyday Chinese teacher 老是人物 对不对 让我们做什么事情 事件 But I didn't like it at all I found it super boring I found 我觉得这事特别无聊 感受 同学们 不出意外 应该跟我那次考的差不多 可能有那么几个细节性的词汇 我忘记了 但是我当时确实整体上 就是这么说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是不是初中的时候 第一次读报纸 我觉得应该不是 我觉得我小的时候应该读过 但是没有人care 你们能读我的意思吗 还是那句话 没有人care 同学们 某有人care 最后一道题 Who taught you how to use the computer Who taught you how to use the computer 考官问的是人 对不对 谁教你的 那我先答完谁教我的之后 能不能把什么时候 在哪 哪是可以不说 什么事情 感受怎么样添加上 同学们 可不可以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吧 那你想 who taught you how to use the computer 这里应该答题的时候 应该强调句 oh it was my dad who taught me how to use the computer 加个时间 I was随便给我编个时间 你还几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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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I was twelve years old 十二岁 我觉得十二岁一点宽泛同学们 十二岁这样题 it was in january 一月份 on my birthday actually 随便编 it was in january on my birthday on my birthday actually 我爸多买了个电脑 my dad bought me a computer and then taught me how to use it I was on cloud 9 that day 结束了 没有标很复杂 我好像不是我 读一遍 who taught you how to use the computer it was my dad who taught me how to use the computer when I was twelve years old it was in january on my birthday actually my dad bought me a computer and then taught me how to use it I was on cloud 9 that day 结束了 这就是你的 pi e 可能会有一个量 差不多就是这样 你可以说的稍微多一点 但是这么长 是可以 你看这里 我还是 不care 到底是几岁 到底是谁 我好像 不是我爸教的 因为我爸根本不会用电脑 ok 我也没有在生日的时候 被送过这样的礼物 我小时候在家里 从来没有被过过生日 因为我的生日 生月初三 没有人给我过生日 我的生日就是过年 我家人全都忘记 给我过生日 他们记不住 我记得有一年 我是初中的时候 我跟我妈说 妈今天我生日 我妈说 哎 还真是 哈哈 就这样的 但是还是那句话 我不想这个 好吗 具体是什么 我从来不去思考 听懂去哪 8888 好同学们 这个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感受 数字降级列举 这个地方 咱们就说到这 好吗 具体这个部分 咱们还有一个要说的一个方式 叫做回顾过去 回顾过去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让你的答案立刻变长 充分扩展答案的一个方式 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时候 当你说了一个观点之后 你可以拿过去曾经发生的一个事情 来证明自己的观点 举个例子 如果你说帅哥 你经常健身吗 你说我说我经常健身 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健身的人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肚子有点大 我想剪下去 但是剪了很多年也没有剪下去 但是由于为了要剪 我就每天都健身 比如说吧 其实给你们上课之前 两个小时 差不多在四点半左右 我去我们家的跑步机上 跑了半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去洗了个澡 我就随便说了这么一个东西 for example about two hours ago when I was free when I didn't have anything more important to do I just went to my second bedroom and ran on the treadmill for about half an hour after that I went to take a shower 随便拿过去的一个小的事情 来证明一下你的观点 随便搞 我们听众现在一字 证明观点 很多的时候 你不知道说什么 没得说了 你就可以讲故事 记住这句话 没得说了 就可以讲故事 回顾过去 OK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你看这道题 What's the most popular app in China What's the most popular app in China 这还是一道帕一的题目 帕一有个话题叫做 apps 是不是 来看看我们的回答 Off the top of my head I'd say WeChat Everybody uses it in China Off the top of my head 这个表达叫做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 我立刻想到的是 Off the top of my head I'd say WeChat Everybody uses it 这里要注意三单 Everybody uses it in China 同志们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 Everybody其实很宽散 是不是 Everybody uses it 你一定要对自己说出来的话敏感 自己说的一个Everybody 立刻就可以知道 对Everybody进行扩展是OK的 这个能听懂吗 同志们 Everybody怎么扩展 每个人 每个人人有很多是不是 我们得把它分类啊 可以降级啊 列举啊 对不对 那列举了几个东西之后呢 你可以挑出一个接着讲啊 是不是 Everybody uses it in China like children teenagers young people middle aged people and even elderly people 列举了几个东西 我可以挑出一个 I think I think the people that use WeChat the most should be teenagers and young people because well teenagers always use WeChat to chat with their little friends and young people use it to probably they use it for working actually sometimes 但是我这里没有对他们 挑出一个接着讲 我是这样的 我回顾了一下过去 讲了一个小的故事 来说WeChat 非常的实用 经常被用 In fact before this test I was chatting with my parents on WeChat and I told them that I believed I wouldn't do well on this test they told me to be nice and polite and wished me good luck hope I won't let them down OK 我就随便跟考官聊天嘛 对不对 我讲了一个 刚刚发生的小的事情 用WeChat 用一个小的经历 是不是 聊天 你看这个三个步骤 观点 具体 具体当中的 另外一种具体的方式 列举 回顾过去 对不对 来标一下过去 我当时正在和我父母聊天 或者如果你不想用过去进行试 也可以用一般过去试 before this test I chatted with my parents on WeChat and I told them that I believed 我这里没标好抱歉 that I believed I wouldn't do well on this test they told me to be nice and polite and wished me good luck hope I won't let them down 这是什么意思 let them down 是什么意思 希望我不会让我的父母失望 对不对 ok 造个句子 这个电影太令人失望了 我们可以说 this movie let me down 对不对 this movie let me down 或者我们可以把let down 变成一个名词 this movie was a let down let down 中音在后边 等等 ok 变成名词的话就是中音在前面 等等 this movie was a let down this movie was a let down ok 好再看一道题 同学们 do you think the computer has changed your life a lot 我们一块来思考这个题吧 电脑是否很大的改变了你的生活呢 do you think the computer has changed your life a lot 我们会怎么说 yeah absolutely the computer 注意事态 人家的问题是什么事态 do you think the computer has changed your life a lot has changed 现在完成是这样 yeah absolutely the computer has changed my life dramatically ok 很大的改变了我的生活 the computer has changed my life dramatically 你们给我一个原因好不好 你们告诉我为什么电脑很大的改变了你的生活呢 can you guys tell me why 原因赶快想非常简单 赶快想 这个原因其实是例子都是可以的 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 因为我认识了我的对象 你厉害 网链是不是 行 有人说用电脑购物 挺好的 交作业很方便 shopping online ok 都是可以的 网上上课 好 网上上课 for example for example now the internet allows me to study at home ok I can attend online courses ok 这是一个解释 for example now the internet allows me 使我能够 to study at home I can attend online courses in fact y yesterday I took I took an English lesson online It helps me It taught me It taught me actually taught me a few words that I could use to talk with foreigners when I first meet them ok 讲一个故事 I took an English lesson online It taught me a few words that I could use to talk with foreigners when I first meet them ok 都是相同的逻辑 只是你会随便说 给出一些不同的例子呀 什么的 来看一下 yeah without a doubt the computer has changed my life significantly 这个词读一下 significantly significantly 我刚才这里写的是dramatically 对不对 the computer has changed my life dramatically the computer has changed my life significantly because it allows me to buy anything I want online now which wasn't at all possible before 原来根本不可能 证明一下 拿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证明一下 You know yesterday I bought a bottle on JD JD京东好像在昨天呢 买了一个杯子 which is super popular shopping website in China and this bottle was delivered to my door this morning 今天早晨就寄到我家了 very fast and extremely convenient 这里面就一个表达delivered to my door 是我们网络这个话题当中的话题 会回去自己进行背诵 好不好 拿过去发生的事情来证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ok 来看这道题 我挺喜欢的啊 do you like extreme sports do you like extreme sports 你喜欢极限运动吗 随便说 随便说你看我这个回答 i wouldn't say i like them but it's always great to try some extreme sports 我这个比达特殊是不是 我说我不能说我喜欢他们 但确实如果是尝试一些极限运动的话挺好的 i wouldn't say i like them but it's always great to try some extreme sports 你们完全可以说什么呀 do you like extreme sports no i don't think so absolutely not because extreme sports are very dangerous and i don't want to risk my life 说不下去了吗 停呗 要懂得自信停下 好不好 在趴一是可以自信停下的 你不去每道题都完全自停下 你要有一些题目充分扩展 向考官展现自己的一眼水漂 但是偶尔说不下去一定懂得自信停下 听懂现在六字 i wouldn't say i like them but it's always great to try some extreme sports in fact i've done bungee jumping before 这里有一句话 in fact i've done bungee jumping before 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的一个词 蹦鸡跳是不是 蹦过鸡 我不仅蹦过鸡啊 很多同学如果你关注我时间比较长的话 你可能知道我在前年的时候 还高空跳过伞呢 skydiving 不是parachute 不是那个降落伞 不是叫那个那个字叫skydiving 这个不是去澳大利亚是飞机 头像头像是皮发皮发体 okay skydiving 你看我蹦过去这里拿回顾过去 来证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好不好 证明一下自己的观点 last summer i went to a place in the west of beijing alone and paid three hundred yuan to jump off an eighty meter platform okay 一个八十米高的一个平台 it was super scary i have to say but now i feel really proud of myself 现在特别的骄傲 plus it's something that i can talk about to impress others 我可以聊这个东西来干嘛 impress other people 让别人觉得我很厉害 对不对 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讲一个故事 来证明自己做extreme sports 证明个事情 好不好 回顾过去 回顾过去 再看一道题 how often do you spend time with your family well we hang out with each other on a daily basis 团队们你们告诉我 你为什么跟你父母每天都待在一块 你为什么跟你父母每天都待在一块 告诉我为什么 we hang out with each other every day 为什么 因为接下来好说 大家聊的不是一个事情 就是我如何给 如果 如何给原因 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房子 因为没有房 因为可以给我做饭 我觉得你们说的都 你们看看Flora说的多好 对不对 奶唠屁屁说的多好 因为住一起呀 啊 你们搞那么复杂干嘛 因为住一起啊 因为没有收入 不用这样 就因为住一起啊 是不是 你们想的太复杂了 如果我问你这道题呢 你跟谁一块吃饭 你说我跟我爸妈一块吃饭 为什么 因为我们住一块啊 你们知道有一些同学可能会这么的 你跟谁一块吃饭 我跟我爸妈一块吃饭 为什么呢 因为跟我爸妈一块吃饭 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感情 神经病啊 你们很多同学都这么大 你们别跟着什么点点点哈哈哈哈 什么的 很多同学都这样的 对不对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神经病的回答吗 住一块啊 你快吃啊 是不是 请你们把答案简单一点好不好 你的观点一定要简单很多 OK 观点一定要简单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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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Yesterday 你们 你告诉我 其实我这个答案啊 我可以继续往下扩展的 shot the breeze shoot the breeze 叫做随便聊会儿天 先聊 你们告诉我他可不可以继续进行扩展 可以扩展 可以降级 可以降级 可以降级成什么呢 聊什么东西对不对 We just shot the breeze with each other My mom asked me if I had a girlfriend I said no And then she asked me if I had a boyfriend I said no Come on mom I'm not gay And then she just stopped asking me questions Anyway we still had a lot of fun together OK 好吧 还是一个回顾过去的一个非常简单的过程 刚才有同学问说 老师观点内容说的简单一点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们告诉我为什么呢 内容说的简单 你的英文就可以表达的更加的顺畅 好不好 因为很多的时候你说的很复杂 你的英文是支撑不了的 或者说出来会很奇怪 思路一定要简单 OK 逻辑要简单 你看我们讲的逻辑超级之简单 它已经足够用了 你不需要很复杂的逻辑 足够用了 逻辑简单 观点简单 然后你用你的英文把它支撑出来 你更容易获得你想要的分数 同志们 我昨天就跟你们说过 很多的中国同学之所以没有办法获得快速获得自己想要的分数的原因是什么 是什么 搞得太复杂 给自己很多的限制 认为自己观点必须要高大上 不是的 简单的观点才好 好吗 昨天我在上面说课的时候 那个班里面有一个学生 一个稍微上了一点点年纪的学生 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相对比较复杂的观点 我都会让他去说 然后大家一听说的真好 说的真好 然后呢我就说其实我会说一个更简单的东西 我可能根本都想不到或者我就不想去想我跟你讲 帅哥其实平常读书也挺多的 但是真正到了雅思考语考试当中我觉得我不想想这些东西 哎呀 这声闹的 WXRX 他说这样会不会不太能展现自己 比如在趴三 同学们来 哪些同学可以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你们能如果能解答出来的话 就说明你们是懂了我们昨天讲了什么东西 你来了吗昨天 昨天你来没来 嗯 来没来 告诉我昨天来没来 快快告诉我昨天来没来 哪去了 他不说话了 你赶紧出来 赶紧哪去了 不说不说话了 来总的吧 我们昨天说了 评分标准是流利度 连关性 词汇资源 预发广度于准度 以及发音 别的没有 对不对 没有 哎 那我知道他说的是这个 他说没法秀短语啊 单词啊 大错特错 你这可太错了 你以为复杂的东西才有好的词汇吗 我跟你讲你越是复杂的东西 你越没有好的词汇 因为复杂的东西你的词汇没学过 简单的才好秀呢 OK 比如说我们就很开心啊 开心我们可以有很多的表达呀 对不对 我们就在一块玩啊 hang out 很好的动词词组啊 是不是 聊个天啊 你看聊天啊 可以说shot the breeze 对不对 六个玩儿 go for a stroll 你这是完全不正确的 好不好 你可以 其实你看一个bbc的文章 你可以 可以看一个是很口语化的文章 都有很好的词汇 只是他的这个 语言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正话的语言 一个是口语化的语言 口语化也有很亮点的语言 这是对语言理解的问题 好不好 一定要简单 一定要简单 好不好 我觉得大家你们以后 你就听帅哥的就完了 真的 哎呦 好好来 来 嗯 好了 同志们 行 咱们拍一的地方 就说到这 拍一就用这么一个非常非常之 基本的逻辑去回答就可以了 好不好 观点原因具体总结 原因少说点 不会说就具体 具体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感受 降级列举 列举可以挑一个回顾过去 真的 同志们你相信帅哥 你不用别的 简单点我求你们了 求你们了 好吗 求你们了 一定要简单 回顾过去这点 是不是跟昨天的时间地点 人物时间感受差不多 那不是啊 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感受 是我经常做的事情 好不好 是一个一般现在 回顾过去是曾经做的事情 但是你回顾过去 照样可以时间地点人物时间感受 懂不懂 我希望你们上了考场 这些都就忘掉了 这些只是为了帮助你去找到一些 可以去扩展答案的方式 因为呢 我们亚瑟克会是需要扩展答案的 需要去主动展现水平的 需要多说一点点的 对不对 需要多说一点点的 你们有的说 有好说 其实你怎么说都行 这是我们一直在提的 没有太多的限制 好吧 同志们 咱们现在开始今天的大头 好不好 今天的大头是什么呢 咱们来聊会儿帕三吧 帕三可哪个难 帕三确实难 这个我不骗你们 帕三确实难一些 帕二不难 帕三难 帕二为什么不难 咱们明天再说 因为帕二其实还是生活 逻辑本身是蛮简单的 咱们以后再讲 帕三为什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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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帕三说的是什么 什么意思 帕三老师不讲是为什么 帕三 你在说什么意思 帕三是社会化的题目 对不对 帕三是比较抽象的东西 议论文宏观的题目深度沟通 人生哲理社会化 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你们说的都是对的 帕三主要很难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是你们脑子当中可能很有可能想不到观点 对不对 没有琢磨过这个事 对吧 有人说街头采访把外国人整蒙了 没有观点 你怎么看待中国人结婚的理念 对吧 你怎么看待中国人结婚的理念 你认为多大的岁数结婚比较合适 是不是 在一个跨国公司工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你不是神经病吗 什么神经病 我说好行不行 你非让我说不好 对吧 你怎么看待转经营食品 中国农业发展有什么问题 一带一路会为世界带来什么 同志们 我这里想说一个事情 你说老师那我怎么备考 我现在要说一个事情就是 帕三是没有 基本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是没有题库的 我们基本可以把帕三理解成是没有题库的 ok 因为考官在考试的时候是可以随便问的 你们能听到我的意思吗 考官在考试的时候是可以随便问的 你可能说了一个什么东西 考官觉得你说的挺有意思的 他就跟你聊了会就聊下去了 各种题目都有可能出现的 考官还有可能会说 如果我要是去参加一个中国的婚礼 我应该给多少钱分的钱啊 还有一个同学去韩国考试 他以为韩国可能考的分数会高一点 帕二他描述的是一个unusual building 一个很特殊的建筑物 后来到了帕三第一道题上来那个考官 不知道怎么回事 考官是不是在韩国待时间长了 随韩国人了呢 考官说我觉得你们中国人权不太好 你怎么看 你说这不神经病吗 同志们首先我要求大家做什么事情 平常碰到哪的英文 不管是什么英文碰到就学 好不好碰到就学 99句背首素材好好学好好听 好好背诵这个词汇好好影子跟有 背三句好好背 任何地方的英文好好学 这是第一个 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雅思考语 帕三考官一定会考你什么 但是我们事实上有很好的突破的方式 什么方式呢 就是 其实 考官问你那些题 不是为了真正去听到一个答案 他只是把这个题抛出来 让你去和他进行探讨 在你探讨的过程当中 说一些英文 然后我去看你的英文好不好 听到我意思听到9999 也就是说我问你一带一路 对周边的国家有什么好处 你完全不需要知道好处 或者你没有必要知道的这个好处 和官方说的好处一样 因为考官有可能也不行 不相信咱们那个 政府说的这个好处 我们政府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外国人他们可能小心眼 对不对 他们觉得你们说的不对 没有一个这样的标准的答案 你们懂我的意思吗 考官问你那个问题的时候 他自己脑子里面也未必知道个答案 他可能就没答案 就比如说考官曾经问我 转基因视频你怎么看 转基因有答案吗 定性了吗 我觉得可能没有 虽然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说 转基因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社会上同样有一些科学家说有问题 定性了吗 没有 好不好 中国人权怎么看 你怎么看 这个我说我的观点就好 你没有观点 记住没有观点也是观点 听懂我的意思经常 巴巴巴巴巴 没有观点也是观点 我们没有必要talk about it 我们只需要talk around it 看这里 我们只需要talk around it 顺着他聊就可以了 我们在昨天提到一个什么呢 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 昨天咱们已经上路了 是不是 你们今天如果再问我说老师怎么聊下去呢 我会继续给你们讲 但是如果你们就好像昨天他们什么都没讲过一样 这样问我问题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就好像刚才我我昨天也说过观点不重要 然后今天还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我接受不了的事情 我一会儿会给你继续往下讲 会讲更多的方法 让你知道如何这个题就是好像很难 根本那么很奇葩的题目 照样聊下去 获得你能获得的分数 但是昨天咱们说过一些了 对不对 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 请你们记住 这不是考试 这是聊天 你在跟考官进行聊天 请你们记住 这不是写作 这是口语 这不是写作 这是口语 有的老师把口语当成写作讲 这是不对的 尤其是一些写作老师转称的口语老师 或者又是写作又是口语老师的老师 他给你很多的限制 这是不对的 他跟你说帕三要有好的观点 这是不对的 你帕三甚至可以没有观点 帅哥经历过 我们的很多学生经历过 这是考官的说法 我给你举个例子 来我从我的书架上拿下一本书 这本书叫做雅思考试官方指南 我打开到帕三的地方 我给你念 明天给你们念帕二 帕二最神奇 先给你念个帕三 有时候考生担心 在雅思写作或者口语考试中 考官可能不赞同自己表达的观点 并因此打分较低 无需担心这一点 考官只关注你的语言和沟通能力 这是他们评估和判断的所有内容 表达你的观点 谈论你的兴趣 从个人经历中举例说明 ok 然后 他写作其实也不可以 然后 记住这是口语考试 而不是个人经历考试 如果没有与话题相关的经历 不必慌张等等等等 好不好 这是帕二吧 我跟你们说一下帕二 咱们先快进一下到帕二 帕二 你可以谈一谈别人 而不是自己的经历 或者告诉考官你想不起来一部有趣的电影 单刀记得一部伤感的电影 你看帕二挺神奇的 帕三也是一样的 ok 我刚跟你说了你没有观点不用慌张 或者你跟你的观点跟考官的不一样不用慌张 只要去谈论自己的想法就ok了 你甚至没有必要talk about it 我刚说的你可以去talk around it 听懂没有 听懂七哪八 然后帅哥告诉你怎么去talk around it 同学们 雅思写作考试 你如果写四段 你中间两个段落叫做主体段 如果你写五段 中间的三个段落叫做主体段 主体段 我相信没有哪个老师 讲的和大部分老师不一样 大部分老师说的都是一样的 就是先给出一个明确的主题句 然后后边扩展这个主题句 这是一定的 对不对 比如说我男生杜老师 他就说idea加support 是不是 比如说我女生娘娘 是吧 就是我们那个朱虹老师 他说起成转合 起就是观点 成就是什么东西 ok 都一样 好吧 每个老师讲的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都会有自己的非常厉害的套路 但是一定是回答后边扩展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现在一次你们同意我说的话 现在写作你必须这么写 你不能出现一个情况就是 人家问你写作题目 住在城市当中的好处是什么 你写 哎呀这个题有点难 你得容我想想 不行写作你不能这么写 对不对 因为你有时间琢磨 你琢磨完了再写上 但是如果这是口语 你就能这么说 为什么脑子不好啊 脑子不好英语好是可以的 OK 我没有必要立刻给出观点 我可以先解释 先给个原因 我有可能先把这个上个现象聊了会儿 最后我才 哦 我有观点了 请看下一句话 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逻辑 记好了哈 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逻辑 我觉得标准答案没有 你们应该是理解的标准逻辑都没有吗 没有 因为我在跟你聊天 有的时候 我没有办法立刻想到观点 我就只能先做一些别的 最后才给观点 而有些同学认为必须先给观点 这是不对的 对不对 say whatever that comes to mind everybody and whatever that has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question 说任何碰到脑子当中的东西 任何和这个题目有一些关系的东西 speak what you think 说你所想 OK 我们来看一些题好不好 看一些题这些填充词填充句还是一样的回去继续备手 好不好 同学们 填充词填充句还是一样的继续备手 如果哪些词你们看不懂什么意思 在群里面发出来 大家互相解答一下 好不好 我们上课不拿时间说这个了 但是这里非常重要 这些词汇非常重要 能不能保证给我备手 他们是救命的东西 同学们救命的东西 懂不懂 救命的东西就是你可以苟言残喘 但你不能一命呜呼 好不好 你要死了 你赶快把这个用这些给你拉回来 朋友们 我们看一道题 先看一道题 what are the disadvantages of working for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what are the disadvantages of working for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你们想过这样的事情吗 在一个跨国公司 国际大公司工作 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我觉得正常人好像不琢磨这个吧 或者中国人好像不琢磨这个吧 中国人都觉得去什么外籍挺棒的呢 是不是跨国大公司 我有面 厉害了 对不对 我才今天说英文 是不是 我不叫什么二狗子 我不叫什么二狗子 我叫Andy 对不对 我们好像大部分人想的都是这个 我相信很多同学看到这道题 立刻就有了观点 刚刚有一位同学说跨国企业发展空间小 我不太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在跨国企业呆过 对吧 我从小到大 从小到大 我一直以来呆的那小企业 比如说熊玉贵 特别小 对吧 也不是跨国的 我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办 不知道就说不知道 但是你为什么不知道呢 同学们 你们现在告诉我 你们不要纠结于这个 听好了 别去纠结于那观点 别没说跟着想 你们跟我来 跟我来 我不知道 或者我跟你说这个挺难想的 你让我非得去想跨国公司不好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挺难想的 你们告诉我为什么难想 你们告诉我为什么难想 因为我还是个学生 行吧 因为你还是个学生 没有清楚 我有可能毕业之后就清楚了 没经历过 你们这个有点低级 你可以说没有关系的 可以低级 你们不记得我刚才其实说过的那个吗 刚才说过 我们之所以不知道 没想过 是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想的都是什么样 想的都是跨国公司的好处 是不是 我一般来说好像想的都是跨国公司哪好 对吧 那跨国公司 你看 当我说到我们一直想的是跨国公司哪好的时候 按照正常的一个逻辑扩展我下一句话应该说什么呢 我们 我们一般想的是跨国公司的优点 优点 扩展优点 下一句话 该说的就是跨国公司哪好哪好哪好 对不对 后边再接着说 同志们你在说这个跨国公司好的时候 其实好像跟这个题是跑偏的 因为他问的是缺点 而你说的是优点 但是我好像没有办法立刻给你缺点 我就先说会优点 在这个过程当中继续思考 思考的时候展现我的英文水平 听懂 我没有在talk about it 我在talk around it 说着说着说着有可能中间就有观点了 我们管这个东西叫做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 同志们 观点就是方向 没有观点 没有方向 先上路 走 人生是一样的 先走 你不要原地踏步 不要什么都不做 先走着 先做点什么 所以你并不知道未来的自己的路在哪里 先走 好吗 走着走着 没准走了几个月发现 原来这个就是我想走的路 雅思考译考试一样的 原来这个就是我的方向 你们看看这道题我是怎么答的 这里面有一些词汇 有可能你们会说老师 但是我词汇不会说 你们可以用简单的词进行替换 你们不会说的话 就去学一下 好不好 请大家不要总是在上课的时候说 这词不会 我怎么知道的 因为这个词其实并不影响你 你不会这个词按照我们昨天说的 你可以去转述 用其他的方式去说 来 what are the disadvantages of working for an international company? 另外 the disadvantages of working for a multinational company? well that's really hard to answer because normally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plus points of working for a big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ke a higher salary and there should be tons I mean many people envy those who work for these companies because it sounds cooler when a person says that they work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or a british company so i guess one disadvantage might be that maybe some people will be jealous of them i know that many friendships fall apart because of jealousy 这是问 你们能看明白我这个回答吗 我这个回答 从头到尾的一个发展的顺序 发展的一个逻辑 我是一个正常的在跟考官进行沟通的状态 对不对 考官说 跨国公司或者国际化大公司工作有什么缺点 我说 哎呀缺点 你这真不好说 然后呢同志们 记住你在谈论的是这个话题未必非得纠结于他的观点 承认不会 原因 原因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为了不会 听懂现在六六的我为什么不会我就在谈论这个题目 为什么不会呢 because normally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plus points of working for a big international company plus points 你们肯定知道啊 你们如果不会这个词就说什么 就说advantages 就说benefits 对不对 normally we always talk about the plus points of working for a big international company 你看你说到这了按照逻辑扩展 你说到优点就扩展优点 你先别管缺点 你先扩展优点 like a higher salary 薪水 薪水高一点啊 and 这是在干嘛 同志们 你告诉我这是在干嘛 a higher salary and 思考 为什么呀 我跟你讲 同志们 每天你们都会问老师这个课件什么时候传 因为我们每一期高分班的课件是不一样的 好不好 帅哥不是说上一期高分班直接拿过来让你们接着学一点 不是的 我们每一期高分班是不一样的 我每一期高分班的课件有可能在上课之前我还在思考 今天那个哪再再去提升一下 我今天下午写的这道题 我今天下午写的这道题 写的时候我看到这道题我确实觉得有点难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想过他的disadvantages 同志们我给你写这个答案一定是我上考场会这么说的 而对于很多中国同学来说很有可能是差不多的 咱们的心路历程很有可能差不多 我看到这道题第一反应就是我没有想过 因为我只知道他的好处是什么 我觉得在一个大的国际化大公司工作应该有很多的好处 然后我就开始想好处我想到了一个薪水高 我突然发现我想不出去了 你们知道吗 我就只想到了一个薪水高别的想不到了 所以我就 well there should be tons 应该有很多 tons你不会你就说there should be many there should be many 哦 我说完这句话之后立刻就想到了一个 many people envy those who work who work for those companies because it sounds cooler 听起来更酷一点是不是 我跟很多人说人家问我说 你干什么工作英语老师是心中慌吗 不是 哪儿 其实我都不想说我跟你们讲 为什么呢 我说的他们也不知道 学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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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学为贵 学为贵 不知道 你知道吗 好 ok 你看这里 就是你如果在一个我你说你在哪工作法拉利 我 在厉害 你就算一个月挣一千我也觉得你厉害 是吧 It sounds cooler when a person 这是问 同学们 回头改一下好不好 把课件改一下然后再传一份 这是问 when a person says that they work for an American company or British company 我说到这儿我琢磨了一下 有的人会干嘛 去羡慕他们 羡慕 我突然想到很可能跟基督差不多 所以我就说 oh I guess one disadvantage might be that maybe some people will be jealous of them I know that many friendships 很多的友谊fall apart 崩塌了 如果你不会说 many people stop being friends 对不对换个字 stop being friends because of this because of jealousy ok 我顺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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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了 你记住帅哥该考9考9 你该考7考7 你的几分和你这里面是否立刻给的观点没有关系 好吗 听众现在6.5 不过我知道这么一个事情就是 老师 我认为我即使想到了这里many people envy those people 我可能还是想不到这个jealous这个地方来 那怎么办呢 你们告诉我那怎么办呢 你们告诉我那怎么办呢 你可能说到了这儿还是没有后边这个观点的部分 你们告诉我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最终在跟考官说对不起我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没缺点 对特别好10687593他这个同学说的特别好 我感觉就是没缺点 我感觉就是没缺点 我问你是什么缺点 你可以说没缺点 没有关系的 好吗 ok 换一道题 所以这里我们说的是什么 你看 承认不会加原因 你可以说为什么不会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更多的扩展 不断的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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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倒 就是顺着这个原因的部分接着往下推 推 没准就推到一个答案 如果推不下去 推不下去 推不下去 说了半分钟40秒的英语不错 傻点傻点傻点 ok来 换道题 我觉得这道题你们也觉得很难 Do you think history matters in a country's future development? 难死你 是不是 Do you think history matters in a country's future development? 我的天哪 历史对于一个国家的未来发展是否重要? 嗯 难死你 同志们 别没事上网搜 上网搜很多什么观点 别搜 别搜 好不好 因为亚瑟克里考试是个英文的考试 你要搜的话 你这个观点不重要 你学学里边的语言就好了 好不好 看我的回答 God That's a tough question I've never been a fan of learning history and I haven't studied it much 看这里 很难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学历史 我也没怎么学过 I haven't studied it much 同志们 我说我不知道 我说我不会 把你不会当成观点 好不好 好吗 把你不会当成观点 你为什么没有太多的学过历史呢 同志们 你想一想 咱们中国好像历史课不是特别重要 对吧 虽然说高中文科生会学历史 但是初中好像历史不考 小学也不是很重要 所以你看我这 because when I was in school history was taught as a much less important subject than Chinese math and English 你看 我不纠结于这个了 你发现了吗 我不纠结于这个了 我跟你聊了会儿历史的教育 历史比语文数学英语重要性低多了 那同志们 等会儿等会儿 我感觉我推导答案出来了 我答推导出来了 我们初中小学的时候历史的教育性 什么教育性 历史的重要性 比语文数学英语小多了 那是不是就说明这个历史没有那么重要呢 我觉得按照我们中国的一个教学大纲来说 好像真的是历史真的就没有那么重要 对吧 那我答案不就有了吗 Perhaps judging from this History shouldn't matter as much as those three subjects judging from this 通过这个来判断 我觉得历史好像没有那几个学科那么的重要 但是我 其实你到这可以停了 不想说停了呗 但我又想我突然想到了个事啊 同学们聊天没事 你想到别的接着说好不好 想到了点别的接着说 我想到了个事 but I know that some people 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 以史明怎么说来的 以同为境可以正一观 以史为境可以知心替 以人为境可以明得师 对不对 以史为贱 对吧 以史明智 是不是 ok 历史可以让一个人变得聪明 这是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的 你说老师我不知道这句话 那你考试就不要说这句话 但是我突然就想到了 因为你们也有自己知道的一些东西 你们也可以去讲 but I know that some people say history is extremely important because it makes us wiser and more intelligent 让我们变得更加的聪明 更加的智慧 I don't know the reason for this 堵着考官怕考官问我why 考官万一问你为什么历史能让人变得更加的聪明 对国家有什么帮助呢 if everybody were smart it would definitely be good for the country 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宋明 那对国家肯定有好处 所以我去害什么呀 聊会儿得了 朋友们我说实话 这个题你让我好好打 我是真不会答 帅哥都不会答 你怎么会 我真不骗你 do you think history matters in the country's future development um yeah i think so because well history is supposed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because learning history allows us to ge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st so we can learn all the patterns of history we know when a country or when a dynasty when a period is going to prosper when a period is going to fail so with these things in mind and i guess in the future when we see something happens maybe we can kind of predict what's likely to happen and because of that perhaps we can foresee some of the problems and then maybe try to prevent those problems from happening a why 真答出来了 我还真答出来了 挺好 毕竟帅哥历史学的好 哈哈哈 帅哥其实特别喜欢学历史 我给你们讲 是这样的 我最近一直在看一战事二战事 哈哈哈 这个抽标点对不起啊 不行不行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但是我刚才那么着答了一遍 我觉得那么着也挺难 你要能那么说你就那么说 好好说你就好好说 不能好好说这么说 你的分数是没有区别的 听不听得懂 听不听得懂 词汇听好了 词汇和语法在于我们课下 按照我们的要求 99句 对三句素材 那些地方帮助你提升 我们上课还是那句话 说的是方法的部分 好不好 再看一道题 再看一道题还是这里 承认不会加原因 原因之后进行推导 看这道题 if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what kind of business would you do 这道题我觉得简单多了 是不是这道题简单多了 没有刚才那么纠结的 if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what kind of business would you do 首先我相信你们很多同学是能想到 到底未来你要做什么business的 对吧 那你可能会立刻给出一个观点 立刻给观点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这里帅哥不是就带你们扯 真的听好了 帅哥不是就纯带你们扯 咱们一会要讲正常逻辑的 ok 我们只是先看一看不正常逻辑 好不好 好不好 如果你要是能立刻想到一个观点 你就好好聊 观点 原因 举例总结 你就好好聊 如果你没有办法立刻想到观点 看一看我这个段落的回答 重复考官问题 what kind of business would I do well I've never thought about him before because I don't want to become a business person I don't feel like it's something something that attracts me 我不知道我没想过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想当商人 我不觉得这是吸引我的东西 那我还得答题啊 对不对 我到底做什么生意呢 我也不知道做什么生意 要不然 我先琢磨琢磨自己喜欢什么东西好不好 我先琢磨琢磨自己喜欢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喜欢什么东西 就在这个领域做个生意 是不是 你看我这个回答 就一边说一边想 perhaps I should try to think what appeals to me first appeal to 是什么意思啊 perhaps I should try to think what appeals to me first 吸引一点 我觉得我得先想一想什么吸引我 I'm crazy about traveling and I try to travel as often as I can so maybe I'd like to start a business related to travel 我喜欢旅游 那我肯定就 如果开生意的话 肯定开一个跟旅游有关的生意 你们告诉我你要开什么生意 跟旅游有关代购 哈哈厉害了 so yeah perhaps I wouldn't do a business like maybe when I travel somewhere I will buy some of the local products and then send them back to China and earn a little bit of commission you know just some kickback 你可以回扣啊 但是我这里说的不是代购啊 so I guess if I have the opportunity I might open a travel agency and be a tour guide myself 这里就是虚拟语气看到没有 虚拟很 I would like to become a tour guide myself so that I could lead tours all over the world that would be awesome ok这个同样的跟刚才一样的逻辑 你烦的逻辑 说我不知道 说我没想过 说这个题很难 然后说我为什么不知道 然后呢顺着这个继续往后进行扩展 sloor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如果想不出来 能不能说以后想干啥工作 你可以稍微说一点 但我觉得如果你只说这个的话 可能确实不太好了 稍微说一点好不好 就比如说你看呢 考过的问题 还是回到刚才的问题 If you have the opportunity What kind of business would you do Well I don't know Honestly I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before because I don't really want to become a business person My dream is to become a politician My ultimate goal is to become the president of China So I have never thought about starting my own business But God my own business Let me think about what I like to do in my spare time Alright I'm a big fan of reading So basically I go to the bookstore every week to buy a new book Maybe in the future I could open my own bookstore And there would be thousands of books in it So every day when I wanted to read I didn't have to go to any other bookstore anymore I would just read all the books I had Ok 这个回答大家听懂了吗 相同的逻辑 我也加速了一点点未来我想做的什么东西 但是做的工作加了一点点 不是特别的多 好不好 只要在路上一定有方向 第一条 承认不会加原因加推倒加猜测 第二条 不过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待会再来 好不好 大家先消化消化 先静一静 先静一静 好吧 五分钟之后继续 好的 咱们休息五分钟 到27分左右我们接着上课 大家休息一下 大家休息一下 I was all my 作主主人 对我 感谢观看